很遗憾的 那个联亚 联亚疫苗的EUA在审查 昨天的审查的结果是没有通过 联亚疫苗没有通过紧急授权审查 消息一出股价应声重挫 收盘117.5元 下跌30.5% 防疫指挥中心表示 经审查联亚疫苗中和抗体表现 没达到标准 依据审查资料 疫苗安全性可接受 据细胞免疫反应趋势 那另外一个综合抗体数据显示 未能达到锁定疫苗 免疫桥接不劣性的标准 实药署长吴秀梅指出 虽然联亚没有通过EUA 但联亚还是可以继续进行 第三期临床试验 不过联亚药业表示 母公司将重新执行 第三期临床试验的效益评估 我们一共有22位的专家出行 主席没有参与投票 那21人投票的结果是 有4人是补荐在意 有17人是不同意通过 所以不会核准专案制造 但是因为考虑到 他也可以继续再去执行 第三期的临床试验 他自己要去做一个相对应的评估 那拿那个结果 再回来跟我们这个FDA 做相关的一个申请或者审查 媒体也关注 后续政府怎么处理和联亚签下的 500万剂疫苗采购合约 以及台湾疫苗取得进度 是否受到影响 在预采购的架构之下 都有定用相关的一个补偿的办法 我们根据那个办法去付那个钱 我们本来在规划 我们购买的就本来就超过 我们现在整体原来的一个量 当然如果联亚能够进来 那可能就能够早一点 有这个量 但它没有我们总量 它还是足够的 而另一支国产疫苗高端 则已经有9批疫苗 共61万4204剂疫苗 通过封肩检验 并且陈时中不排除第六轮开打前 数量会再增加 此外周一上午开放60.5万名 符合资格的民众 预约接种高端疫苗 已经有预30万人完成预约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剪黄彦玲 台湾台北报导 影响 这个效益 慢能够 唯一